大家好 这里是苏小和批评书 继续在大过脸的时候 我们说一些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 但是还是要紧紧的扣住包子里 扣住习近平这么一个土狗 准确的说法 其实说他是包子是抬举他 说他是狗不利包子呢更是抬举他 我觉得土工土工嘛 其实说习近平这种人 其实最好的名字就是一条土狗 这是很好的 这土狗开了一个团拜会 在里面说了几句看上去或者听上去质地有声的话 说话的速度还挺慢 加上他有比较标准的北京话的口音说出来 估计现在中国的韭菜 中国的共产党的那些贪官污吏都还翻了 都一个一个的都糊了 都把自己给搓红了 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呢 这句话真的可以做好多期节目 我争取两期做完 争取两期做完 他说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这句话没什么好说的 为人民服务嘛 是不是 中南海新华文 那么大几个字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就为人民服务 结果把上衣的人民给饿死了 是不是 就是定谣平为人民服务 结果把天安门广场的那一个比他孙子还小的学生 对吧 都给杀死了 这为人民服务 全世界的所有的在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政客 都是都是垃圾 这个就不用谈了 不要没什么好谈的 就是一谎言 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然后就是心中装着百姓 这句话也没什么好说的 一直就这么来的 我心中装着百姓 还是我人民服务是吧 哎 下一句话就就就就需要我们展开了啊 手中握有真理 然后呢 脚踏人间正道 我们信心十足 我们力量十足 哎呦 真是的 这一期就专门就讲一句话啊 就孢子里这条土狗手中握有真理 它是个什么意思啊 跟大家扯吧 刚好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一点点思想式的准备 跟大家可以简单的啊 花个十来分钟扯扯 这个孢子里他是绝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啊 我们读过圣经的人 读马太福音里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嗯 有两次说到真理 第一次是耶稣说的真理让人得自由 是不是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 真理让人得自由 是吧 这个东西你听不懂的 你如果对圣经没有一个缜密的了解 你根本就听不懂啊 虽然这个燕金大学的校训 是因真理得自由以福 对吧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几个懂的 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中国的民国时代就有一个人懂 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是一诗人是一帅哥 是一个看见姑娘腿就埋不动腿的 是这么一个人 对 他他他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其他的什么胡适 鲁迅呢 一个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灵灰呢 那就是凶大无老的一个纯女人 知道吧 完了以后呢 还有一个一个地方也说到真理 就是罗马人有一个王是吧 叫比拉多 比拉多要审判耶稣的时候 把耶跟耶稣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对话啊 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的 说了这么句话 耶稣说的是吧 然后比拉多非常迷茫的 两眼空洞的自言自语的说真理是什么 哎 我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比拉多这个人 他其实是残留着人心的明亮的一面的啊 比如说他这个人他认为耶稣没有罪 如果要把这个人杀了以后呢 罪不在我 他还洗手 把手洗的干干净净是吧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当当他听见耶稣说真理 真理这个词的时候 他满脸迷茫的说真理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2000多年前的这么一个罗马的这么一个官僚啊 他明显的比今天2000多年后的中国的一条土狗啊 或者是土共啊 细胞子要聪明的多 要智慧的多 要谦虚的多 要正常的多 今天的土狗细胞子就是个精神病 你知道吗 就是当他说手中握有真理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而且更让人悲哀的是什么呢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 他在试图在干什么 真的 这构成了共产党的一部历史是吧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叫什么来着 叫毛泽东的话 具体都是真理 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没有之一啊 最黑暗的时代 为什么最黑暗 我告诉你原因非常简单 当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 近似于不可理喻的错误的时候 一定是人在最简单的问题上出了巨大的错误 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有人冒充真理 所以这个毛泽东的话句句都是真理的 是一定是中国上下5000年最黑暗的最残酷的最可怕的最邪恶的时代 没有之一 到了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或者说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也都知道 因为历史课里面应该有讲 八十年代有一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吧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 这句话非常的流行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如果说真理可以被实践检验的话 那真理一定比实践一定比真理大 是吧或者实践一定比真理高 这怎么可能呢 什么是实践呢 实践你用康德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实践理性批判嘛 实践的话应该是人的伦理的一种行为 浓缩就是实践就是人的行为 你说对不对 那人的行为怎么可能比真理大呢 人的行为怎么可能比真理高呢 是不是既然是真理 他一定是高于人的 圣经理也有讲过这个话 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不过是人 上帝的道路永远高过你们的道路 上帝的意念永远高过你们的意念 既然是真理 真理一定比人的行为高 一定比人的行为前 真理在前人的行为在后 或者说真理在前人的实践在后 所以就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 他怎么可以说是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话 但是他比毛泽东的时代 毛泽东的话句句都是真理 要往前走了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中国人在那个时候 完全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但是他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现在你不要跟我谈真理了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把活干好 是吧 就实践把人的行为搞好 那就丁小平的思想嘛 就是不管白猫黑猫 抓住老师就是好猫 这个猫是白的是黑的 我不关心 真理是什么我不关心 对吧 我关心的是我们赶紧赚钱 赶紧要团结一直向前看 赶紧搞经济建设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为什么说八十年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它有那么一点意义呢 它是双向的 第一个意义呢 它是把毛泽东过去的 句句都是真理 这样的一个非常邪恶的这么个局面 把他打破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让那个年代的人 不再去思考真理这个东西 而是专注于搞经济建设 专注于当官发财死老婆 这构成了中国过去四十多年 人类社会最荒唐的也是 把所有人都绊倒的一个 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这么一个中国的主旋律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你会发现 在一个时代啊 如果有人号称自己手中我有真理的时候 你按照你的直觉判断 你可以百分之一万的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是做一个预测 一个黑暗的 一个无所不用其极邪恶的 一个非常荒诞的 一个可怕的 一个地狱一样的时代 马上就要来临 或者已经来临真的 所以你当你看到习近平大言不惭的啊 这是土狗大言不惭的说 我的手中我有真理的时候 水行迪他不知道自己才说什么 真的 他就是一个土狗 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第二就是什么 当有人有一个 有一个所谓的共产党这么一个土共 他们开始集体的呼喊 他们的手上我有真理的时候 中国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 或者已经来临真的 所以我是劝中国人一定要心理忧伦 这真的是一个极其很好的 而且极其重要的 一个既有历史可以做见证 又有这个圣经传统 可以为我们佐证的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直觉判断 在中国是个什么情况呢 在中国是不仅仅共产党图工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不仅仅这个中国的老祖宗 不知道是什么是真理 是吧 你看孔子怎么样呢 是不是近鬼神而远之 他就根本不考虑一终继的事情 真理他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形容词 叫终极真理 它是贯穿生死的 它是放置四海而接准的 或者宇宙洪荒之类都接准的 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嘛 有一句话说这个是谁说 周有光 周有光老师说的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是吧 很多人这么讲 反普世价值嘛 说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然后周老人家就说 如果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话 该改的是中国的国情 而不是普世价值 所以这个地方逻辑是一样的 如果真理在中国蒙羞 如果真理在中国受难 如果真理在中国被扭曲 如果真理在中国成为假真理 成为伪真理 那该改的一定是中国的那些伪真理 假真理 而不是真理本身 但是这个道理不仅仅土狗不明白 我跟你说 连共产党的 连中国的许多的知识分子 自以为正义在握的知识分子 他们也不明白 是不是 你说我们就说今天这个时代 我就看到好多个知识分子 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上胡说八道 他说什么呢 比如说哲学家 据说哲学家 我认为是 简直是混饭吃的这个骗子 就是陈家印说什么 说要告别唯一真理观 真理是唯一的 你一定要记住 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上 肯定有很多唯一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都是唯一的东西 比如空气是唯一的 比如太阳是唯一的 对吧 所以真理一定是唯一的 如果你告别了唯一真理观 意味着你放弃了真理 意味着你远离真理 意味着你糟蹋真理 意味着你让真理蒙羞 这样的知识分子 真的是就是绝对意义上的瞎子 睁眼瞎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还有一个 我很尊重的 也曾经对我很关心的一个历史学家 雷宜老师 他也有这样的认知 他说我们要警惕真理 你警惕的是人的行为 如果你在那里喊警惕真理的话 其实你连邓小平的水平都没赶上 邓小平还知道要十件事 检验真理的博弈标准 他说你是专注于人的行为 你怎么能说警惕真理呢 你是谁呢 你算脑挤呢 是不是 你不过是人 你怎么说警惕真理呢 你应该要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去追寻到底什么是真理 穷尽你的一生 穷尽你的生命 去追寻什么是真理 这个东西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在中国它是一个真理的荒漠 越是真理的荒漠 越有人假冒真理 所以我说过的 一个人当你面对中国这样的伪真理 遍地的这么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的问题应该是一脸穿的事件 首先你一定要思考 为什么我们这个人的社会 从古到今都有关于真理的讨论 从古希腊到中国的这个诸子百家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82年的 一直到现在 你看习近平这样的土狗 他都把真理这个词 都放在自己的嘴巴里面 从他那个猪嘴巴 从个狗嘴巴里面 狗嘴里吐都是象牙吗 但是他还是想吐啊 是不是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当你看见你的国家 有太多的伪真理 像毛泽东 像习近平 像共产党这种形势的时候 这种伪真理的现象的时候 这时候你一定要思考 人到底有多么黑暗 但是你要思考人有多么黑暗 你一定要有一个明亮的 从上而来的一个光 一个真理的光照亮 让你有方法 让你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工具 或者让你有一个逻辑去认识它 所以真理比人类社会高啊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 真理是非常简单的 真理是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记录在圣经里面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徒都是真理的化身呢 当然不是 基督徒也是人 基督徒认识真理以后 你应该接下来你最重要的工作 是认识你有多么败坏 可是中国的基督徒呢 一旦认识真理以后 他马上就自诩真理 这又是另外一种错误 所以该改的绝对不是真理本身 而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无论是皇帝 像毛泽东习近平 无论是知识分子 像孔子 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知识分子 还是那些已经信了主的 已经读了圣经的基督徒 他们对真理的理解都是非常荒谬的 都没有进入一个必要的一个思辨的过程 没有什么日夜沉思上帝的话语 这构成的中国挥之不许的苦难 我说中国这个国家真的是 它比埃及还要灾难深重 你知道吗 埃及那个地方再怎么难 它也比中国好一点呢 你知道是不是 你说今天这个人类社会呀 埃及这个国家是很难的 可是它没有给其他的 没有给人类社会 没有给其他的国家带来麻烦 你说中国这个包子里 这个手中握有真理的这个土狗 它这个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呢 尾声 尾声 尾声